今天真是太幸福了 看了一天女神 我覺得我今晚都睡不著了 直播結束了 多得辛苦了 趕緊抓緊時間 回家休息了 辛苦了 丁總 辛苦了 丁總 咱們這直播數據 也太漂亮了 這些觀眾都吵著 定方鏈接呢 明天莫莫退房之後 這間房就可以接受預定了 好 不過我看啊 照今天這個證實 明天的客房 根本安排不過來 咱們的基礎設施 也搭建完成了 後面的進度估計會很快 所以 預設了鏈接先掛上去 老劉 你安排一下 好 沒問題 看來啊 咱們現在做的這件事情 要狠狠地在酒店歷史上 留下一遍 辛苦了 好 辛苦丁總 丁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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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手忙了沒 你還好嗎 馬上 馬上 關機 關機 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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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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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下班不積極 思想的問題啊 拜拜 走嘍 走 辛苦了 效果很棒 謝謝 唉你還沒吃飯嘛 要不要一起 不用了 如果你想继续留下来 总得学会跟我相处吧 如果这次我输了 我自然不用留下来 跟你相处 但如果是我赢了 恐怕是你应该好好学着 该怎么跟我相处吧 办公室里和蔡英文 藏旧庆功 美剧学的一套 跟谁学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咱们必须庆祝一下 第一期休息率 就超过了莉莉舟在的时候 不 就算你们分手了 也不至于节奏成这样吧 跟我们俩没有关系啊 重要的是 谢谢你替我争了口气 向莉莉舟 向公司 向所有人证明 我的决定没有错 我可不是爱给你争气的 我是为了我自己 总之 谢谢你 希望我们能继续 长远地走下去 来 干杯 我不能喝了 我玩还是写稿呢 没事 说不得你喝了之后 更有灵感 拿着 不好意思 野哥 莉莉姐来了 她不是被监狱干了吗 你怎么接来了 在节目里暗示 我对你职场淋霸 干得漂亮啊 你来干什么 这东西 我在这里工作了十二年 我来这里的理由多了去了 你想听哪个 咱们谈谈 我是要跟你谈谈 我还要跟你们谈谈 叫娃娃了吗 我不敢 刚才我从楼下一路上来 看到我的节目海报 全都换成了温如雪 看到我的节目海报 你们是不是忘恩负义的 也太快了一点呀 觉得我没有话语权了 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老玉 啊 玉岛 咱们俩认识十二年了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 在你心里我是那样的人吗 就没有人替我说句公道话了吗 好 这也太尴尬了 莉莉 不要这样 那你要我怎么样 我在这里工作了十二年 把这儿当家一样 我勤勤恳恳的 你们还记得我是怎么样一步步 把莉莉秀做活的吗 你们都是我招来的 都是我带出来的人 包括你 然后呢 就因为我过气了 就因为我说了几句 你们不爱听的话 你们就把我全盘否定了 任由这温如雪 那个小偷来窃取我的胜利果实 你在呢 真没想到你已经有资格 堂而皇痴地站在这里了 真的是可笑 一个像你这样 华重取宠的人 竟然抢了我 你给我闭嘴 你给我闭嘴 竟然已经敢公然跟我叫板了 就为了他 原来你跟我分手 就是为了他呀 难怪公司跟我解约的时候 你一句话都不说 你一心想把这个野路子的女人 扶到主播位子上 是因为他把自己也献给了你吗 几天没有人听你说话 你都说不了了 你刚才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你现在没有话语权了 这儿的人没有义务 在这里替你自说自话 难受吧 快哭了 你知道之前对你敢怒不敢言的人 有多痛苦了吧 立即 差不多就行了 别让自己这么难感 省困你把手放开 现在不是你逞强的 放开 放开 那我以后 放开 就算现在没有人请你录节目了 你应该保有最后的体面 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不是这么乍乍乎乎地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很害怕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听你说话是吧 你是不是应该想想 你为什么做人这么失败啊 不要像一个疯子一样 只知道撒破 你怎么做 管管你的女人 好丢脸的啊 走吧 老公 朱老师 请吧 生气了 生气了 你觉得他那么说你 我能不生气吗 我不应该生气吗 我早都跟你说过了 你不适合这个圈子 偏偏往里头挤 是不是又想说 干脆让我别干了 本来也没什么好干的 走吧 咱们俩远离 这乱七八糟的一切 去你的乌托邦 享受那美好的下场 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明明你心里边有诗和远方 为什么不去实现它呢 那里风景如画 远离人间喧嚣 我开个馆子 你当你的老板娘 咱俩每天耳鬓思摩 朝夕相伴 在养屁白马什么的 那不是 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吗 什么神仙眷侣 白相子我现在憋着个劲 我恨不得跟人打一架 你是还给我卸火的是吗 卸掉了 卸掉倒好了 我倒想看看 你有多大的决心 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怎要干就好好干 干出个人样 让所有人看一看 别光顾着自己爽完就完了 你靠的是你的上半身 靠的是你的嘴 你的脑子 你天不怕地不怕的 心肝脾肺症 这太吓我都哪儿了 什么叫吓 根本就是 你要再敢给我 打一次退档鼓 还不知道是不是 你要是不想接我来接 我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接的电话 小岸姐姐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什么情况 你跟我说说吧 什么意思 启迪远 既然你已经把那件事告诉了小杨 我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你这么做 这会消耗掉我们之间的最后一点情分 对你 我尽力了 明天我就会安排公司 把之前那本书得到的所有板水都转给你 给你出书的事情 给你出书的事情 我也安排了编辑联系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 我还是可以帮你 但是 请你学会对你自己的生活负责 对你自己负责 我还是要自己负责 我还是要自己负责 你还是要自己负责 你可不可以帮你 我还是要自己负责 你 我有什么事 这位置 我也是 我还可以帮你 请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丁总 我们已经退房了 一切顺利 支部发酵很好 该地库看到了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们都等于庆功呢 来 马上等 来 都有都有 谢谢丁总 这个呢 是我个人的小薪意 之后呢 还会有公司发的奖金 谢谢丁总 对了 丁总 我刚听客房部的人说啊 咱们智能客服的预订 已经排到下个月了 而且 集团这边呢 已经批准了预算 打算拿出五十间客房 来进行全面改造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一下咱们丁总可稳了 莎莎再做什么 也比不上咱们的业绩亮眼 那肯定呢 对对对 不能浮躁 平常心 平常心 好好工作吧 好 来 丁总 谢谢丁总 打火机 嗯 完了 没跟你说话 我在里面好像做直播呢 咱们酒店上热搜了 各位 你上次给我教的那个男人 这是个什么男人 我都不应该就没钱 默默要控告咱们酒店 智能客房信息泄露 下次再给我们用钱 获得好啊 各位 我们已经收到了 对方正式发来的名声案 对方要以泄露个人隐私的名义 起诉 并要求我们对默默 公众形象所造成的损失 进行赔偿 这声音数据是 酷义的设备采集的 网络也是他们搭建的 那会不会是他们那边 出了问题 不可能 酷义是不会泄露 客户的隐私的 又是酷义 咱们两家公司的气场犯冲啊 丁总 哪里出现问题 自然是要调查清楚 可是你把这种未经检验的 所谓先进科技 这么激进地 非要引进到公司来 这本身不就是大问题 自担你来的公司 什么事情 都绑着酷义一起做 怕不是跟杰斯卡 有什么猫腻吧 小长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 解决问题 不要对客户 提出纸 好啊 解决问题 给我三天时间 解决不了 为你就辞职 现在呢 还不是规则的时候 把问题解决掉就好了 我希望大家 不要只会分享自己 胜利的果实 而承担不了任何意外 如果你希望自己 被公平对待 请你公平地对待别人 抱歉 给大家添麻烦了 公司随时可以对我 进行调查 如果查出有任何问题 我绝不逃避 你不是一直嚷嚷做饭吗 怎么还臭美上了 做了呀 哪儿呢 啊 那儿呢 不 就那儿还用做啊 哎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这怎么不用做了 菜不用洗吗 啊 这个 不用我放沙拉像吗 不用拌吗 多健康啊 嗯 行行行 我 我 怎么了 段旭 那天就要于伟文了 我帮你抹一点 我还没眼霜 别别别 你停 停 停 你自己抹 你自己抹 我这切碳 你们这忙着呢啊 你看 你自己让自己拿 我这切碳呢 喂 妈 希希啊 你干嘛呢 嗯 准备吃饭呢 一个人吗 没有啊 跟 段旭 哦 你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 妈妈有事情告诉你 你说呗 段旭妈妈管咱们家 借了十万块钱 她说要买保健品 哦 哎 妈 我着急出门 一会儿回给你啊 呃 我要下楼去趟超市 买什么呀 我想喝饮料 冰箱里有可乐 不 我不想喝可乐 我走了啊 哎哎哎 那个 你去借着给我带瓶酱油 生抽 哦 好 嗯 快点回来啊 哦 一会儿我就做好饭了 你去 哦 我再听 来 那所以 你到底借了她没有啊 借了呀 你爸说了 人家都这么开口了 怎么好意思不给啊 她妈妈专门讲了 让我们千万不要告诉你们 尤其是段旭 妈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情 不能跟段旭说了 她知道会生气的 你也千万先别告诉她啊 我和你爸爸本来就没有打算 参会他们家的事 你爸说了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就当是之前 段旭在你爸爸住院的时候 跑前跑后的一个人情 好了 反正也没指望他们家回来 妈妈今天给你打电话呀 就是要郑重地警告你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再和段旭有任何瓜葛 为什么呀 他爸妈借钱 我跟段旭怎么了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啊 他爸妈借钱 他们会还的人说是借嘛 就算他爸妈不还 段旭也会还的 我了解他 他一定会还给你们的 这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我不可能 让你和这样有麻烦的家庭 扯在一起 你知道吗 妈你想得太严重了 没有那么严重 你在想什么呢 你不要跟我这样 妈妈是过来人 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该嫁 你要是跟段旭结婚 你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总之 我不管你现在 和段旭什么关系 一定要断掉 否则的话我亲自出马了 到时候我要讲的话 那就比你难听多了 妈 妈我跟你说你 你别乱来啊 妈 喂 喝药了 哦 怎么这么半天啊 嗯 我不知道买什么喝 你看饭都好了 你去哪 哪 吃饭 对 我酱油买了吗 哦 买了 怎么是老抽啊 不是跟你说生抽吗 都是酱油 差不多吧 那反正都是在一块儿 过日子 干嘛非得结婚呢 都差不多 你怎么了 吃饭 那个 叔叔阿姨 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 怎么了 哦 我就是在想 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 不是想啊 等过了这阵子 等我拿好了提成 我就把我父母欠的钱 一次性都还清 我这苦日子 总算有点盼头了 哦 你这鬼儿木脚的 是想问我跟我妈 说没说 咱们俩订婚的事吧 哦 对 你跟你爸妈说了吗 我还没有 我怎么说啊 你都没说 万一你放我鸽子怎么办 你看你啊 应该真记仇 这样 等我这次回去 我就跟他们说 好不好 嗯 这样放心了吧 嗯 吃饭 吃饭 来 哎 尝尝我的手艺 我也尝尝你的 嗯 好吃 好吃 你可真会掐点啊 我快要录节目了 赶紧说什么事 哎呀 SOS紧急求助啊 哎 我跟你说啊 那个 怎么样才能撞功造人啊 你就说你想干嘛吧 哎呀 这个 你还不知道吗 就是 就是那个吗 就是那个呀 哎呀我跟你说 我这里遇到很大的麻烦啊 我必须得马上怀孕才行啊 别犯傻啊 这种事情随缘的 我又不是宋子观音 你是 你是啊 你就是 你 我不是高兴 我不是很高兴 就这么高兴 你快点 你还能撤 你 我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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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得这么绝症了吧 哦 医生说 得得得了吧 你又不会撒谎 你还是省省吧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 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 我已经一再向你妥协了 我现在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说服我自己可以结婚 你为什么就不给我这个过程呢 我觉着咱俩 还是冷静冷静吧 你这种相处方式 我有点接受不了 您上吧 人上有� 身体 你这种相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多年 练习了这么久 终于化成你的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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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